玩了5個小時多了 那今天第一天的所有任務幾乎都做完了 關卡已經推到5-30 接下來開始有榜等級了 現在需要一名盟友達到60等才能繼續推關 這是我目前的角色 那蝙蝠俠是一開始送的 然後這一隻綠劍俠是手除給的 然後這一隻羅賓是10抽中的 那在轉蛋頁面目前的活動詞是神力女超人 那在進行徵招的時候貌似是無法使用鑽石去抽的 那你只能透過一些任務 然後就是單抽單抽取得 然後這邊就是最基本的卡池 那你買120抽的以後就可以設置心願了 你有看到這裡寫目前37嗎 這個遊戲的第一天大概就是3-40抽 我就抽了37抽而已 多元宇宙部分其實就是跟一般的方式類型遊戲一樣 有爬塔 然後有競技場 有推關 然後三種爭議效果 那你選一種 然後你就這樣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 很浪費時間的 這個遊戲所有的戰鬥 大家都無法跳過 然後最高就是三倍數 給各位看一下戰鬥好了 我們跳一位來打 鑰匙不夠 好啦 花下去啦 這款遊戲啊 戰鬥非常耗時 可以設置前排跟後排 那每一隻角色上方有藍色 紅色跟綠色 其實但是就是屬性相克啦 然後 我們去調整配對之外啊 這裡還有一個絕招 就是決定你的施放技能順序 左方這台車其實就是全屏大招啦 那一樣你透過副本任務那些 把它做一做 還可以去把它進行升級 大致上是這樣 剛剛已經過了40秒了 我直接從這邊開始吧 因為他戰鬥實在是太耗時間了 都可以生一個小孩出來 再加上目前時間 目前競技場已經打了一分多鐘了 到這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结束 前前后后大概打了2分半 这就是他的战斗 非常耗时 那你在做一般的推关 平均就是1分钟 那就随着你的战力去做增减吧 你战力如果跟敌人是差不多的话 你就大概要打2分钟 如果你很强的话 大概3-40秒 就能完成一场战斗 那推到5-30 耗了我非常多的时间 其他部分嘛 就是像什么自安回护计划 这边都是给你一些奖励的 漫游指南 也就是一样完成特定任务 给你奖励的 其实这游戏嘛 跟其他的放这类型的游戏是大同小异的 也没有说这款就特别的优秀 这个是没有的 然后这边是花钱的地方 然后商店部分 这游戏在绑突破材料是绑得很严重的 所以在一般的普通商店啊 能买一些什么东西就尽可能买一买吧 然后这是其他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角色的页面 那在这个页面啊 角色要突破等级上限啊 是相当简单的 你只要透过 英雄碎片 它是比较特别的 透过英雄碎片 你就可以让你这只角色提高最大等级 所以它没有特定角色 你只要用英雄碎片来增加就行了 然后这页面的右下方 盟友重训 这边就是把角色给重生 预备对中心 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等级同步啦 然后 要放哪一只角色嘛 目前没什么概念啊 那这游戏大致上就这样 其他玩法 跟一般的放置类型都一样 不用再特别介绍了 那在游玩下来的感觉嘛 这款游戏有点坑啊 然后 福利不好 福利很差的 这个时候就要看 如果未来开服的时候 它究竟能给你什么东西 这款游戏 如果你是喜欢漫威的朋友 还是可以玩啦 因为毕竟 这类型 又是正版授权的 确实不好找 那如果你本身没有爱的话 大概无可玩一玩 差不多就可以删了 我个人对这款游戏嘛 游戏体验 给个70分吧 因为它战斗太耗时了 福利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玩法部分也没有说很特别 剧情倒是可以看一下 剩下的都补补通通 本支影片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